评论线总图为满足全力化阅读需求 持续增购新书 去年就增购了6万册新书 全管藏书量已突破40万册 目前每周至少有一千本新书上架 受到读者青睐 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说 好像很多在网络书店看到的新书这里都有 就是会想要来这边看更多的书 因为我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来 然后每次来就是书都会换新的这样 觉得蛮好的这样子 县府文化处表示 全县除了县地总图书馆 还有各乡正式图书馆 每年也会编列预算构新书 根据教育部国家图书馆联合公布的 去年台湾阅读风貌及全民阅读力年度报告显示 皮农县人均永书测数为2.26册 连续三年获得人均永书数既有诚实 皮农总图在去年的疫情期间 我们不仅是闭馆了两个月 而且长期的一个人流的控制 因为要疫情的防疫 就算在如此情况之下 我们的永书率还是保持在 百分一个人平均有两点多册的一个 很好的成绩 是因为我们去年的购书经费 持续达了大概1400万左右 然后每个礼拜购书1000本的一个政策的执行 然后让我们全屏东都有很多很好的新书 屏东总图为推广阅读也大力提升借阅服务 即提供全线图书通缓 预约跨馆取见后 今年三月更推出智慧阅读推荐服务 只要上屏线公共图书馆网站 点选为您选书服务 就能依读者个人借阅喜好 量身打造专属书单 让选书更便捷多元 屏东总图希望透过多元的借阅服务 让民众觉得便利贴心 进而提升屏线阅读风气 未来除持续购书 也会透过科普教育 生态讲座 影像记录 这地走读等 让民众更善加利用图书馆资源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